好 我還記得在這個 Tin奧開幕式的時候 一場好吃在台北美食秀 哇 每一個表演者 背個大型的食物道具啦 有的是牛肉啦 滷蛋啦 芒果 小黃瓜 結果呢 這個呈現的就是 滷肉飯 還有芒果冰 牛肉麵跟小籠包 甜不辣 那麼 中天新聞記者呢 昨天就實地走訪了 這些台北明星小吃店 結果發現還真的 有很多Tin奧的觀光客跟選手 就是衝著美食秀 慕名而來 上菜囉 Tin奧開幕秀 這些背著五顏六色 快撞道具的表演人員 隨著指令一個一個 又爬又跳的跑進碗裡 台北美食透過國際賽事 開幕典禮行銷國際 現場觀眾馬上響起如雷掌聲 就因為這場好吃 在台北的美食秀太成功 真的讓Tin奧選手和觀光客 流口水 像是知名小籠包店 果然看到從日本來的 參加Tin奧開幕式觀光客 來解柴 他昨天有看到這四樣 可是他最想吃的還是小籠包 也點了相關的牛肉湯 那也預計待會用完餐 會到那個 芒果冰去吃芒果冰 就連這一本都準備好了 拿出一線準備好的台灣情報紙 加上Tin奧開幕秀 也不忘秀上一段小籠包 芒果冰 日本來的Tin奧觀光客 馬上竖起大拇指 牛肉麵店老闆也說 今天就飯時間還不到 就有一批Tin奧選手 帶著翻譯進來 點名要吃牛肉麵 大概是有多少位 二三十位吧 二三十位 對 那是每個都是聽贓的選手 都是聽贓的 有比什麼手勢嗎 在 昨晚開幕式因為啟動高規格為安 食物水都不准呆 觀眾從下午五點半進場後 就沒有再進食 八點半肚子空空 看到這場好吃在台北的表演 更讓人難受 也難怪來台參加 天奧的觀光客或是選手 白天等著店開門 就算比手畫腳 也要吃到才心滿意足 中文新聞女學號楊一蒂 台報道